Hello,亲爱的你好,欢迎你来到JC的塔罗牌占卜频道 今天的这个占卜会为你增加能量 我们来接受一下年底之前宇宙给你准备的大礼包 为你准备的意外惊喜的事件是什么 当你打开自己的磁场,准备迎接幸运事件发生的时候 那你就打开了自己的共振 并且呢,也会让你尽可能的梦想成真 现在我们来接受幸运的能量吧 今天为你准备了三组塔罗牌组 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哦 最左边是第一组 中间是第二组 最右边是第三组 哪一组牌卡让你最有感觉、最有能量的连接呢? 在我们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 选择好之后点进去就可以聆听了 希望大家可以在公屏打出来 接收宇宙给你的幸运、迎接好运等字样 让我们从今天的这个占卜里面提取足够的能量吧 现在选择好了吗? 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 亲爱的,选择左边第一组的你 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给你的能量 首先出现的这张牌卡是双重使命 做你自己服务世界 主要是在年底之前呢 你会思考自己的人生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 不管是不是要去读烟 还是说要更换工作 还是说保持原本的工作 有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迷茫 应该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当你开始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发现小时候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可能更多的是关于专业知识 所以更多的是让我们去生鱼的研究一个技能 未来可以到某一间公司或者是工厂服务 但是呢小时候的这种教育呢 却没有教你怎么去探索自己找寻自我 并且去定位自己和市场的关系 而且这些答案呢 也只有自己内心深处才会知道 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答案 没有人可以帮你做选择 包括你自己所喜欢的是什么 你所擅长的是什么 世界需要的是什么 别人愿意为你付费的是什么 所以在年底之前呢 你会去探索并且定位自己 愿意多去实习 多去选择 多去体验 对于未来呢也会更加的开放 不愿太会局限于自己 可能你的专业是学习金融的话呢 你愿意去尝试不同的一些性质的专业的工作 可能不仅仅是在金融方面 最主要的是自己喜欢的 所以会有一个加速探索自己的过程 为了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 然后呢去真实的做自己 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去做选择 而不是为了自己从小的教育出做选择 所以思想上面不会太过于的固化哦 当然也有朋友可能在年底之前呢 会想要去尝试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 因为成为自由工作者的话呢 不需要面试 不需要制度 不需要规范 当你的能力及价值 可以直接被丢在市场上验证的时候呢 你感觉自己的客户就是整个世界 你的能力有没有市场价值 有没有市场需求 是世界社会会告诉你的 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你的环境 你的公司 你的老板 你的上司 你的同事 你的人脉等等的 会跳脱 跳脱出打工思维 选择这种牌子的朋友 不管你现在是在读书阶段 还是说在实习 还是说在工作中 你现在很可能 会用打工思维去思考 用薪资的高低来决定人生及职业方向 或者是因新知的高低跟地位 去决定一个人是否是成功的 但是在年底之前呢 你会跳脱出这种打工思维 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哦 会觉得人生的经历没有成败之分 没有好坏 没有输赢 都只是经历而已 所以你自己会设定属于自己梦想的目标 不再被父母啊 不再被传统的教育啊 不再被中文的环境所影响了 当你足够了解自己之后呢 你也会知道世界社会需要什么 这个时候呢 身边所有的盲人的问题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会很清晰的寻找自己的目标 并且呢 也会带着一种为帮助社会 为帮助人类 为帮助世界这样的一个目的性 去逐渐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逐渐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有意义 所以你会看清自己 并且看清世界 这一点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好 无论过去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怎么面对过往的经验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人生就像在玩扑克牌一样 你没有办法选择你自己能拿到什么牌 但是你完全可以决定要怎么玩下去 并不是不会茫然 而是会进入到头脑更加清晰的阶段 不被别人不被社会的思想所左右 这是你年底之前的功课 而且呢 也是宇宙给你的礼物 你会更清晰的看见自己 接下来第二张牌卡是落入怀抱 在人际关系上面 你会更加的接受 你会更加的妥协 不会有任何的抗拒 在人与人之间呢 你感受到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平衡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挑剔之心 不会有任何的比较之心 不会有任何的排斥之心 给别人一个愿意去认识你的机会 实际上呢也是给你自己去建立更多人脉 去认识更多朋友去发现自己的机会 在人际关系上 你会感觉到其乐融融的 跟自己的家人啊 跟自己的朋友啊 跟自己的同事啊 跟自己的同学 大家之间呢 都会深深的去做体贴 深深的去做支持 做互相帮助这样的能量哦 所以你会感觉到身边没有小人 身边在的人呢 都会给予你温暖 都会给予你包容的 第三张牌卡 宇宙的智慧就在你之内 其实你的意识就是你的宇宙 因为你一生所感觉到的 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闻到的 所摸到的 所嗅到的 及你每个选择后的一切所做所为 都是如你起心动念 你所说过的话 你做过的事 那些种种经历过的记忆总和 就是你的宇宙 也是你的意识 你的意识有多大 你的宇宙就有多大哦 如果你的意识只有高尔夫球班大 你的宇宙呢 可能就只有高尔夫球班大 意识是通过学习 逐渐堆积成长的 你见的事 你经历的事情 你的格局 你去的地方 这些都是造成你潜意识的观察 并且给予你更多的经验 而这些所共同创造的就是你的宇宙 当我们刚从妈妈的肚子里面 钻出来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 我们的经验只是一片空白的 但是藉由我们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经验 不断的积累我们的人生的使命 人生的过程之后呢 我们就会设定我们的宇宙 我们就会有足够的智慧 所以说生命的目的 其实就是学习和成长 重要的是在生命过程之中 如何去创造有意义的经验值 而不是那些中而复始的身外之物 有意义的经验值 佛教称为善业 易经称为德 也就是厚得债务及及得的德 有意义的经验值是代表着 新观念 新知识 新技术 新见识 新方法等等 其实跟我们外在的金钱 物质 商品 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由善业所产生的业力 是很容易改变我们的命运的 古代人都是很有智慧的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 他们很早就把 内心的心当成是意识的来源 而佛教的万法为心所造 就是指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意识的心所创造的 也就是宇宙是你内心的投影 所以如果你的内心呢 缺少善良的话 你看到的世界极言行 必然是会有很多的仇恨 如果你的内心缺少美德的话 你看到的世界极言行 必然会有很多下流的事情 如果你的内心缺少诚实的话 你看到的世界极言行 必然会有很多的虚妄 如果你的内心少教养的话 你看到的世界极言行 必定有很多的初俗无理 如果你的心缺少知识的话 你看到的世界极言行 必定会是很多愚钝的能量 所以亲爱的 你创造的世界是一面镜子 投影出的是自己的心灵 所以人生其实就是修行 在休闲一颗善恋的心 在修行自己的业力关系 也是一场不断遇见最美自己的旅程 当生命是一种体验的成长过程的时候 那么结果其实就并不重要了 只要让自己今世比前世进步 今天比昨天成长 这就是真正能永恒拥有的成功 我们想要的最棒的生命值 其实不是从外去寻找 而是往里面看 往你的内心里面看 往你的感觉上面去看 所以亲爱的 在年底之前 你们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悟 并且愿意去做一些很多善良的 有修养的去学习 去建立知识 建立文化 打开格局这些方面的事情 让自己有更多的悟性 并且也让自己怀着更加善良 愿意为社会为别人做贡献 大爱的能量去生活 也就是在年底之前 你会提高自己的能量 真正的开始 有强大的意识 会往自己的心里面去感受 不会再介意别人的眼光 别人的说法 社会的一些规则 社会的一些常态 而是尊重你自己 珍爱你自己 照顾你自己 让自己更加活得有意识 非常的棒 接下来 我们这边出现了完美的灵魂伴侣 这张牌卡 恭喜你在年底之前 你很可能会遇见自己的灵魂伴侣 其实灵魂伴侣 并不是说一个可以跟你生活在一起 或者是进入恋爱的人 灵魂之所以投胎转世 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让自己进化成为一个更好的灵魂 我们会根据自己的人生目的和功课 来设定我们的难途 然后规划我们的平台 而后呢 我们会选择身体 选择父母 并于一个或多个灵魂达成协议 让我们可以在轮回的过程中 成为帮助彼此克服功课的伴侣 举例来说 你和你的灵魂伴侣可能各有50%的缺点 但是经过你们彼此一起努力之后 你们可以一同朝着那完美的百分之百前进 所以灵魂伴侣可能是让你感觉对的那个人 但也极可能是跟你一样不完美的人 无论如何灵魂伴侣呢 都不会像是童话故事里王子公主一样完美无缺的人 他们很有可能很多都会让你抓狂的缺点 也绝对不会让你从此以后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他们是不会拯救你的 也不会让你的生命因为他们的出现而变得完整 但是他们可能会刺激你 也许是正面的刺激 也许是负面的刺激 但无论如何 他都会让你的灵魂层面 让你的身体 让你的心灵层面呢 决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这种灵魂伴侣呢 有的人是来自于两个人的结合 有的人是来自于两个人的分开 因为对于宇宙来说 可能当下你会痛苦 你会为了分离而惆怅而哭泣 但是分离之后 你会开始自行 你会看到自身的缺点 你会看到自身的不足 你会有更多爱情的体验 或者是人际关系上有更多的一些技巧 所以任何事情是没有好坏的 只有你自己的经历 只有你自己在经历之中去总结去成长 所以亲爱的 年底之前会出现一个灵魂伴侣 他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 帮助你促成你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是非常幸运跟幸福的一件事情 请充满期待吧 不一定他是你的恋人 他也可能是你的同事 他也可能是你的朋友 但他一定是跟你灵魂有交接 并且你们互相可以促成对方去成长的 接下来滴答这张牌卡 时钟上面的秒针 都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不停的旋转的 那就代表着在年底之前 你会感觉到时间过得好快 那其实当我们经历正向的情感 或状态的时候呢 我们会感觉到时间过得比之前所有的状态都还要快 因为我们会感受很多的兴奋和积极 我们会享受每一分每一秒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说 当你快乐的时候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当你无聊无趣 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 时间过得很慢 那这边呢宇宙就提醒你啦 在年底之前 你可能会觉得瞬间就过去了 因为你会非常的喜悦 非常的开心 也请你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利用好每一天去尽可能的做 让你争执 让你增加意义 让你觉得美好的事情 这张牌卡呢是显示的新的人生 可能在2022年的之前 你都会觉得生活不易 但是呢会有一段新的开始 人间是有一些痛苦 但是这些经历了之后呢 这些迫事折腾了自己那么久之后呢 是可以放下了 你会开始新的生活 你会开始让自己更加的解放 在年底之后呢 你将会迎来自己新的人生 你渐渐的通过2022年 懂得了许多 会更加的努力 却也学会了如何不用力 就可以让自己更加的舒适 什么事情呢 你的学会看淡了一些 你更加的成长了 兜兜转转 困境逆转 新起点 新开始 新生活 新气象 加油 你开始新的生活了 你会去思考 换一个时间 换一个地点 换一个身份 忘记一切 重新开始 建立更美好的未来 寻找更好的自己 并且会开始拥抱自己崭新的人生 不计过往 不计未来 最主要的是享受当下 建立当下的美好 如果你每天都是幸福的 快乐的 满足的 那么未来一定也是幸福的 快乐的 满足的 所以你的心态呢 也会调整的更加的积极 更加的乐观 更加的正向哦 年底之前呢 你会有一段时间的自我调整 把你带到更美好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运势也是在不断的上升之中 你会在年底之前感受到爱 感受到这种平安 感受到舒适 感受到助人为乐 感受到别人也给你带来积极的影响力 在人际关系上面呢 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理解 而且跟周围的环境 跟周围的人呢 都会进入到一种比较欢心 比较快乐的能量之中 会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不去看见生活中的瑕疵 即使经历了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但是内心呢 依然充满着积极 去总结经历就好了 所有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呢 都是有意义的存在 都是让你的生活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精彩 让你可以尽快的成长的 无论之前发生了什么 你都会进入到重生的能量 你都会重振旗鼓 重振自己的精神 激发你体验生命伟大的渴望 所以亲爱的 年底之前会有凤凰重生这样的能量 你将进入到新的生活 新的人生阶段 而且呢 你还可以在爱情中去做选择 可能会有恋爱的机会 对于担心的朋友来说 也许是有脱单的机会的 但这个机会呢 还不仅仅是一个人 可能会在两个人 三个人之间去选择 你到底要跟谁 有更多的一些认识 更多的一些接触 那更多的一些发展呢 当然你会寻找到 真正跟自己匹配的人 真正跟自己价值观相同的人 你会去做更多的审视 你会去做更多的审判 是有进入新恋情的机会的 是有让自己脱单的机会的 在恋情中的朋友 你可能也会在感情里面 有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法 或者是增进甜蜜关系的方法 你会有更多爱情的技巧 并且也去做积极的选择 积极的行动 让你的关系呢 变得更加的甜蜜 让你跟自己的恋人感情 进入到更深层次的机会 如果你希望在自己的事业之中 有更多的拓展 有更多机会的选择的话呢 在我们年底之前 你是有这些能量的 可以创造机会 可以寻找到机会的 如果你现在有自己喜欢的人 你想要去表白的话呢 抓住时机 找对方式方法 你是有很大的概率 会表白成功的呦 所以真正让你心动的人 真正让你想要珍惜的人 那你好好的去经营 好好的去追求 好好的去浪漫的进行表白计划吧 相信呢 通过你自己的以柔刻竿 通过你自己的能力 应该是可以征服到对方的 在人际关系中 在感情中呢 选择这组排除的朋友 看到你们是可以征服这些感情 的状态的 所以会有更多的人际关系的技巧 会增加自己的情商 也会克服人际关系中的矛盾 以及误会的 如果之前呢 会身边有小人啊 或者是有八卦 有闲夜闲雨啊 或者是有恶心竞争的话呢 不用退说 你会寻找到合适的方法 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因为你的笑容很灿烂 因为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人 你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在生活之中呢 不想有任何复杂的事情 更加的简单 思想简单了 行为也就简单了 那生活环境也就更加的舒适了 所以年底之前哦 内心也是充满着积极的力量的 然后呢 自己可以克服很多的难题 这边宇宙也指引你哦 多多的展露你的笑容 多多的展露你给别人的支持 给别人的欣赏 给别人感谢的一些心态的话呢 其实会给你带来更多积极的能量哦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任何事情我们一起去分享 我们一起去感恩 我们一起去感受 都是非常美好的 多多的展露你灿烂阳光般的笑容 你会给别人也带来鼓舞 给别人也带来积极的能量等 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王牌 是的 在年底之前会有心动的事情发生 这个心动的事情也许来自于事业 也许来自于感情 也许来自于遇到自己喜欢的物体 所以总的来说呢 在年底之前呢 内心是充满着很 内心是充满着明亮的美的光芒的 会摆脱骄傲 会摆脱恐惧 会摆脱不安 会摆脱任何的不适应性 所以心情特别的美好 而人际关系呢 也会有更多的趣味 也会有更多和谐的能量 在跟朋友啊 跟同事跟同学之间呢 可能都有更多的一些互动哦 或者去参加更多的户外的一些活动 或者去参加更多的一些组织 你会玩的蛮开心的 你也会遇见志同道合的人 你也会遇见 给你兴趣爱好相同的人 大家可以有很顺畅的沟通 你也可以去展现你自己的魅力 身边一定是有人很喜欢你 当然也会有人不喜欢你 但是不喜欢你的人呢 绝对不会攻击你的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好哦 那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喜欢 但是我们珍惜 保护我们 体贴我们 关爱我们的人 在人际关系上面 也会有礼尚往来 你来我往这样的一种能量 可能更多的联系啊 可能更多的互动啊 可能更多的去参加娱乐活动啊 会有更多的欢声笑语 你自己呢也会更加的幽默 也会更加的漂亮更加的帅气哦 在任何场合里面 都是可以展现你自己迷人的魅力的光芒的 所以亲爱的年底之前呢 生活非常的精彩 你自己呢 内心也是有很多的渴望 有很多的期待 也是在一种自由放松 并且享受生活 享受人际关系的能量之下的 非常的棒哦 所以请你enjoy吧 另外如果你还没有订阅JC的频道 记得订阅JC的频道 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 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 哈喽 亲爱的 选择中间牌子的你 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是什么 给你带来哪些意外知情呢 首先你选择的这一张牌卡是世界的重量 那么在大自然中是有大自然法则的 在人类社会游戏规则里面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比如说每一个人到地球来会经历很多事的投胎转世 因为我们要在地球修炼我们的业力 我们要在我们的地球去净化我们的灵魂 如何去净化灵魂修炼业力呢 那当然就是让自己保持爱的能量 因为爱对于地球来说 对于宇宙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可以共融的 共振的评论 如果你的爱的能量越多 那你就会越幸运 那你就会越幸福 而爱自己 爱家人 并不是爱 这个呢只是一种自我的保护 自我的关爱 而真正的大爱来自于爱社会 爱人类 爱动物 爱植物 爱大自然 爱地球 爱宇宙 真正的保持着大爱的能量呢 你才会容易在今生获得自己梦想成真的欲望 除此之外呢 你要知道 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在走向死亡 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五年之后是健康的活着 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在一年之后 自己还依然会拥有生命 所以在当下呢 一定要好好地珍惜自己身边的人事物 一定要好好地珍惜自己的生命 快乐地积极地去为着活着 并且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去做一些慈善的事情 给予大爱的一些事情 我们大多数人呢 不会在生活中讨论死亡 但是死亡它是非常重要 它也会是真实存在的 而每一天我们很多人都会在梦中 不会再醒来死亡在梦里面 所以当每天睁开自己眼睛的时候呢 勤于保持着积极愉悦的心情 让自己呢更加的在每一天足够的去珍惜 足够的去享受 做自己内心真正感觉到满足充实喜悦的事 除此之外呢 金钱物质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你购买的所有的房产 汽车商品其实都属于地球的 并不是你的 你的资金在银行里面 那你的金钱就属于银行的 也不是属于你的 所以真正在你身上的东西 在此刻才是你拥有的 不要对于金钱物质商品 有太多的一些欲望 有太多的一些贪婪 最主要的是照顾自己的内心 幸福不是从外面去寻找的 而是往里看 往内心里面看 是自己真实去感受到的 另外在感情里面 是有真心 也是有欺骗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保持着最纯真 最善良的心境 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业力关系 都有自己的人生使命 可能在当下呢 你被欺骗了 但是在之后呢 你不会再一次被欺骗 所以有种种的原因 但是你会知道 人世间没有好坏之分 没有输赢之分 没有成败之分 都是人生的一个经历 都是人生的一个过程 在感情里面呢 也希望你尽可能的 给予别人真诚 给予别人信任 给予别人包容 给予别人支持 你要知道 世间确实存在着因果关系的 在对任何世界 你都保持着善良 保持着友爱 保持着无怨无悔 没有任何回报之心的付出的话呢 即使在这一次爱情中 可能你没有足够的收获 但是在以后的爱情中 一定会有其他的人 其他的爱情来给予你该收获 收获的东西的 因为世间是公平的 有的人可能会询问 那某某人 他有很多金钱的收获 因为他伤害了其他的穷人 所以他掠夺了别人的资产 那这个人他为什么幸福呢 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资金呢 实际上他是在造孽 实际上呢 他可能在老年 会出现身体重大疾病 或者是他的子孙 要么就断后啊 要么子孙就会不幸福啊等等 一定会有很糟糕的事情 在他身上发生的 因为绝对是有业力关系 绝对是有因果关系的 在金钱上面呢 如果你想成为富人的话呢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哦 因为在地球上面 金钱物质只有那么多 你富裕了 那一定是把别人变得更贫穷了 所以希望每个人的目标 不要成为有钱人 而是成为一个对地球 对大自然 对社会有意义有帮助的人 在这样大爱的能量之下 你才会收获幸福 你才会最终达到人生的极乐世界 还有就是在人类的社会游戏规则里面 是分了阶级的 是有等级的 确实是有三六九等的 所以当你出生那一刻开始 大概你就进入到了 怎样的一个圈神里面 你要很清楚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平凡的人 那你就在平凡的世界里面 去寻找不平凡 去做更加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如果你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在非常富裕 然后家庭很有等级的状态里面的话 也希望你利用自己这样的一个优势 利用自己的幸运 去帮助更多平凡更多穷苦的人 希望大家有更多爱的能量 除此之外 也希望大家知道 不要对金钱有太多的迷恋 特别是年轻人 人类的社会游戏规则就是 年轻人永远不会有太多的金钱收入 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的收入会越来越多 你的能量会越来越高 你的满足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在人类的社会里面 那真正成为政治重要人物 以及富裕的重要人物 他们都是多大的年龄了 所以在你年轻的时候 多一些学习 多一些经历 多一些感悟 多一些玩耍都是好的 不要无形之间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给自己太多的精神紧张感了 不适合自己的人就放手 不适合自己的事情就放手 让自己尽可能的放松 你要知道世界的重量是有边界 是有原则 是有规矩的 顺其自然 安然自得 享受你的每一天 不要急功近利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一些欲望 太多一些贪婪了 不断的增加自己的知识 增加自己的学识 增加自己的见识 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后呢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你没有任何的急躁 没有任何急迫的心态 也没有给自己必须要购买的心态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是动物 是有自己的动物本能的 不用去做任何的担心 不要去做任何恐惧 任何的害怕 即使你现在没有工作 即使你没有双亲 即使你没有任何的朋友 即使你一个人流浪天涯 你也不会很快速的死亡的 你依然可以找到各种方式 让自己活着 所以亲爱的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担心跟压力哦 宇宙告诉你放轻松 年底之前呢 你会更加的轻松自在 对于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文化 人类的社会规则呢 你也会看得更加的清晰 这一点非常的好哦 自己会更加的有成熟 自己有更高的一些悟性了 而且在年底之前呢 你也会浇灌你自己的花园 让自己呢更加去做一些身体的护理呀 皮肤的保养啊 以及让自己做一些身体的按摩 让自己呢更好的去做休息 所以会把这种爱的专注度 会把这种对于金钱的欲望 更多的放在自己的身上了 让自己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有活力 更加的满足 那更加的给予自我爱的能量 所以会有很多的自我幸福能力的 有建设 这一点是很好 会变得更加的漂亮 更加的帅气 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阳光哦 好 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 灵魂礼物和训练 是时候站出来了 不必逃避 不必退缩 我们每个人都是到地球来修行的 灵魂之所以轮回投胎 其实也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让自己进化成为一个更好的灵魂 遇到任何事情呢 你都会直接面对哦 而且年底之前 你会非常的勇敢 越挫越勇 你会去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所有的方法 你也会让自己思想更加的打开 行动力更加的开放 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好的 而且会看到哪些事情 哪些人是不适合你的 哪些事情哪些人是适合你的 让你的生活更加的好 适合自己的一定就是最好的 最美的最幸福的生活状态 我们有的人呢 可能总是对别人所拥有的东西 充满了羡慕 总以为别人所拥有的生活 是最好的生活 于是我们有时候 可能就会对自己的生活 不停的抱怨 最终呢 在不知不觉之间 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快乐 小时候父母可能会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我们可能会羡慕别人家的父母 长大后呢 我们可能会羡慕别人有故事 别人又可能羡慕我们好单纯 那人呢 总会有智力运气的差别 总会受环境现实的约束 一个人不经意的决定 一个偶然的经浴 一瞬间的犹豫不决 可能都会改变我们人生的轨迹 这世界也会因此这样呢 变得更加的多姿多彩 十亿个人 十亿个故事 十亿个幸福的状态 十亿个不同的想法 这是非常奇妙的 因为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呢 可能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下看你 当你羡慕别人开着豪车 而自己只能每天穿受于公交地铁的时候 也许躺在病床上的人正羡慕 你还可以自由自在的走着路 有人羡慕别人的显赫身世 有人羡慕别人的临近淡薄 人们常常可能对彼此的羡慕之中 忘记了自身的独特 模糊了自我的形象 其实许多时候 人们往往对自己的幸福总是熟视无睹 而觉得别人的幸福却很耀眼 想不到别人的幸福也许自己是不适合的 比如说现在网购是很平常的事情 许多人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去平台上面 看这看那一旦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可能立马下单买下来 不管自己是不是合适 往往到后来自己家里塞了一堆没用的东西 而你每购买一个东西 都是在给地球产生垃圾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像女孩子喜欢买衣服一样 看着一些衣服穿在模特身上特别的好看 可是买回来自己穿上之后呢 真是大相径庭 那有些化妆品呢 也许大家都说好 但是你用了就是可能过敏 或者是参加一些酒宴餐桌上 有些菜大家都说好吃 但你就是不觉得 因为不合适 所以你感觉不到它的好 还有现在的人呢 也都崇尚运动 因为运动对身体有益 有的人喜欢去健身房 有的人喜欢去练瑜伽 有的人喜欢去参加很多的俱乐部 但是哪一个是合适你的呢 比如说你的关节不太好的话 那你就不能去登山 如果你体质弱的话 那你就不能参加强度过大的运动 如果你不会唱歌的话 你去非要加入到一些唱歌圈中去玩的话 那会很疲倦的 或者是你本来是一个比较平常正常的收入 但你确硬要去挤入到一些做生意啊 或者是富人中去冲热闹 这种时候是不是觉得无趣 让自己吃力又不开心呢 所以亲爱的 找到适合自己的圈子 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 会让自己感觉更加的轻松自如 生活不应该吃力哦 不吃力才是最好的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与什么人在一起 只要根据自己的本心 找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另外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轨迹 都应该是不同的 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也许有的人他是适合当医生的 但你非要让他去经营做生意 他肯定是不快乐的 比如说有的人他明明是适合画画的 他很有这方面的艺术细胞 但是你非让他去当医生 那他肯定也是很埋没很不开心的 很难受的 所以适合自己就是要看清楚自己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自己想做什么 知道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感觉到美好 也要去明白自己到底是几斤几两重 自己喜欢的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 所以在年底之前呢 你应该会开始慢慢的去找准自己的位置 知道哪些是不适合自己的 可能继续往下再会去找到哪些是适合自己的 其实好的爱情也是这个样子 真正适合自己的爱情 是不会让你心里憔悴的去经营的 爱你的人也不会让你担惊受怕 害怕他离开 不合脚的鞋就脱了 不合适的人就放手 不必为了挽留任何人而低声下气 反正怎么都是一声 你别害怕 总有人会喜欢你 总有人会不喜欢你 总有人会真心的陪你 总有人会下雨来接你 总有人说爱你 好的总是会压箱底的 遇到了就记得珍惜就好了 越成熟越幸福 年龄越大越富裕 同时往后未来总是会比之前 总是会比现在好的 我们很多人都在担心 可能未来会不太顺利不太舒服 没有挣到足够的金钱等等 这些大可不必 你人生中90%焦虑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而且你也要知道人类的游戏规则 年龄越大呢 你会越放松 越自在 越满足 而爱情也是 有的人可能觉得 这个人不敢放手 也许放手离开了 就不会遇到像这个人这么好的了 当然不是 当你越成熟之后 你越懂得选择适合自己 不适合自己 你也会知道如何去经历爱情 所以往后的一定会比之前的更好 请你相信自己哦 另外我们这边出现了想象力 这张牌卡 那代表着在年底之前呢 你也会敞开你的心灵 在生活中看到独到的空间 因为一杀一石都有无限的世界 你只要不违背做人原则 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发展自己的兴趣 去发展自己的特长 而在年底之前 你的想象力也会更加的丰富哦 想象力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 只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之中 可能因为我们是孩子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太过于天马行空了 所以大人们会逐渐去扼杀我们这项能力 而当下的社会教育呢 也会因为政治的原因 而束缚控制人的想象力 所以很幸运的是 你依然保持着简单的想象力 在年底之前哦 你会更加的开放 愿意去突破自己的思想 会知道想象力比知识实际上更重要 因为未来的时代 是需要更多的创意人才的 而创造力和想象力就是 每个人未来不被淘汰的重要竞争力 如果缺乏想象力 即使你再勤奋学习 你的能力终究还是有限的 而你自己呢 会保持着自己幸福的想象力 具有想象力的人 面对事情就肯定可以保持乐观 保持更加的热情 并喜爱探索这个世界 也会让自己充满了无限的创意 自己在思想上面呢 是有更多的突破的 不会顾不知风 不会越来越狭隘 而是越来越有世界观 越来越有价值观 越来越有创造力 越来越有想象力 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头脑更加的生动 更加的灵活 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你会去不断的做突破 在心灵跟思想上面 都会有很大的成长跟进步 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的牌卡 不是所有的闪闪发光的东西 都是金子 在自然界 几乎每一种动物 都有自己伪装的本能 伪装是动物为了保护自己 而在体型颜色和行为上的一种适应性变化 动物会利用伪装来融入环境 巧妙的隐藏自己 而我们人类也是动物 所以我们也会懂得去伪装自己 我们也懂得戴上面具 我们也懂得在什么样的环境 做什么样的事 说什么样的话 我们也会知道 让自己更加的安全 所以你看到的 往往都是别人最美好的一面 或者是别人已经包装过的一部分 所以在年底之前 你也会开始更加的不再肤浅 更加的深入 不被外在所迷惑 东西不能只看外表 很多事物都是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 所以不会一时的冲动 去做任何的选择 任何的决定 任何的判断 你会更加的看清楚真相 对于一个人呢 也不会短暂的 仅仅因为一面之缘 或者是几句话 或者是一小段时间的接触 就对这个人贸然的去做一些定义 所以你会给予更多的耐心 更多的看清楚事物的真相 也会让自己的两眼更加的有光芒亮晶晶的 看得清楚一切事物的真正的目的 真正的状态 在年底之前呢 你会更加的去规划自己的未来 更加的理智 更加的明智 去规划你的梦想 并付诸你的行动 你的未来就会充满成就 所以会感觉到更加的未来可期 对于未来呢 也会有更多的信心 你当然也会去做更多的努力 在年底之前呢 你会是保持着足够的洞察力 足够的真实的精神能力的 随时都是精神斗手的 让自己有足够好的休息 让自己有足够好的睡眠 让自己有足够饱满的状态 去应对所有的事件 在自己精神能力很足的时候呢 当然就不会出现混沌啊 或者是茫然啊 或者是很消极的能量了 而你呢 也会去做很多的改变 会提高你对改变的适应性 而你的生活也会充满 蓬勃的生机的 所以会有很多的一些调整 有很多的一些提升 有很多的一些变化 你自己呢 也是有蛮强的适应能力了 思想呢 也是更加的敏捷 更加的灵活 会不断的去做一些调试 让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 让自己的想法越来越开放 那越来越时尚 越来越前卫 让自己去接收更多的一些新的知识 新的文化 新的想法 会对于别人的意见啊 会对于别人的一些看法呢 更多的去倾听 不会太过于的固执 不会仅仅是在自己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哦 所以会跳脱出自己习惯的舒适的圈子 而去做更多的一些拓展 更多的一些建立 更多的一些联系 自己呢 是变得更加的大气 变得更加的有大的格局了 好 接下来 在工作之中呢 你也是足智多谋的 而且你可以同时处理 多项任务哦 自己的能力变得很强 而且自己的适应能力是很强 做事情上面呢 是可以达到很平衡的节奏的 不会太过于的繁忙 不会太过于的疲累 也不会太过于的休闲 无所事事 总之呢 觉得一切都是刚刚好 不快不慢 不紧张 也不是很邋遢 很拖延 一切困难 都是可以自己应付的 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也不依赖于他人 自己是很独立 很自强 并且可以找到任何解决问题的方式 方法 也会更加的有技巧性哦 所以左右逢圆 左手出 右手进 都是在一种很公平 很平衡的能量之下的 而你的思想也是很理性哦 会很清晰的去做一些分析 很逻辑的去做一些思考 不会感情用事 对人对事呢 都更加的真诚 更加的理解 这家台卡呢 也预示着 在年底之前 你会像宝剑女王一样 会有很容忍严肃的态度 会让自己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聪明 更加的独立 会做很多正确的事情 在语言上面呢 也是极有说服能力的 在你自己的魅力方面呢 也是有极好的幽默感的 可能有时候呢 是比较冷幽默 但是周围的人是会被你的光芒 所征服的 你自己很勇敢 很冷静 很镇定 遇事不经 并且很快就会解决所有的麻烦 你应该比周围大多数人 都更加的聪明哦 在年底之前呢 在生活上 还是有蛮多的精力的 而这些精力呢 会非常快速的刺激 你思想上面的顿悟 思想上面的成长 让你更加的有能力 让你更加的可以激发自己的天赋 激发自己的能量 而且你会觉得很多事情呢 都蛮得心应手的 都会是比较自由自在的 而在做事情上面呢 你是保持着热情 保持着动力 保持着自己的自由精神的 那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自信 渴望生活中有任何挑战的事情发生 你绝不退缩 越挫越勇 当然有的朋友呢 可能也会遇到新的职位 或者是新的项目 让你愿意去挑战 让你愿意去选择 让你愿意去体验 去做一做试试看 会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会有更多愿意去冒险的能量了 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呢 也是充满着热情 充满着激情的 往往可以成为周围大家的关注点呢 你会过着非常充实的生活 你也会让自己更加的快乐 也会让别人感觉到快乐 自己给别人也会带来一些 比较积极情绪的影响力的 让大家跟你在一起的都是比较开心 都会很认可你的 当时身边的人呢 多多少少也是会比较尊敬你 敬佩你的 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在自己的学业上面呢 你都会有很强的进取心 你也会有更多的专业精神 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些突破 让自己呢 在工作学习上面 达到一个好的质量 去享受自己的工作 享受自己的学业 不断的去努力 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技能 增加自己的才华 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在爱情之中呢 如果你已经在感情里面的话 那你会去让自己的感情更加的紧密 更加的甜蜜 双方呢有更多的一些联系 更多的一些互动 更多的一些浪漫 会加强自己关系的联系 并且努力往更加美好的一个方向行进哦 即使两个人有时候出现矛盾的话呢 你也会知道以柔克刚 或者是克服这些挑战 克服这些矛盾 而不是做一些破坏感情的事情 而是更多的给予滋养 更多的去给予沟通 在感情上有部分朋友呢 可能也会感觉到有失才有得 有结束才有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死神这张牌卡 有的朋友可能有拖拉的感情 一直不知道如何放下 但是在年底之前你会彻底的放下 放下之后会接受新的改变 那当然也代表着打开了更加 接受新恋情的磁场 有的人没有办法是陪你走完一生的 每个人都是我们人生中的过客 只能陪我们一段时间 所以你已经享受了跟那个人在一起的 幸福快乐的时光了 那么就不要过过于的去活在过往了 在当下双方的思想已经不一样了 双方的人生境界已经不一样了 双方的缘分可能已经尽了 那就没必要很执着的捆绑在一起 放手对你对他都是好的 所以有的人会在感情里面放开自己很执着的手 然后让自己在感情里面有更多的一些升华 更多的一些转型 更多的一些技巧 更多的一些寻找到适合自己人的可能性 那么另外有的朋友可能会在工作之中去做一个转换 也许是思考要去转换做更适合自己的领域 更适合自己的岗位 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事业 而不去计较金钱 而不去计较太多外在的东西 最主要的是自己在这个工作里面是否感觉到开心的 是否感觉到满足的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会去选择更加适合自己更加安全的一些事情 而这些事情是可以让自己感觉到有团队合作 感觉到更多的认同 自己将会超脱于现有的生命框架 而迎来彻底的思维解放 这一点很好 当你的思想和行为一致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极大的力量 你会感觉到平衡和谐相同 以及自我没有任何的冲突矛盾和怀疑 同时也会让别人觉得你很实在很守信 不虚伪很耿直 在年底之前呢 你还会交到很多的朋友哦 因为你是说到做到很有原则性的 你会增加自己在人际圈中的微信 让别人感到你是一个很刚正很正直的人 这些对于你以后的人脉啊人际交往 都是有实际性的作用的 所以亲爱的 你正在树立自己的形象 你正在清除自己身边复杂的 没有意义价值的人事物 也会更加的关爱自己 也会走向幸福之门 所以你会有更多的成熟 你会获得更多的能量 哇非常的棒哦 最后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将给你持续带来丰富的占卜的 祝福你在地球玩的愉快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哦 拜拜 哈喽亲爱的 选择右边第三组的你 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幸福 大礼包是什么 首先你选择的这张牌卡是 幸福之门正在为你打开 你自己会决定进入到哪一种幸福的状态 可以在年底之前呢 你会更加的注重自己的口德 在说话做事上会给人流于一地哦 谈吐会更加的讲究分寸 不于人争论 也不接人短处 不去八卦 不去恶欲重伤他人 也不会让他人下不来台的 在别人背后呢 也不会搬弄是非 你会有更多的将心比心 源于人之间更多的坦诚相待 会获得别人的尊重 当然你也会尊重他人 做事情的时候呢 更加的从容坦荡 身上是有一股不卑不亢的 谦虚的能量的 会学习别人的长处 也会弥足自己的短处 心里面呢 是充满着爱的能量的 对待别人更加的亲切 更加的友善 对待自己呢 更加的乐观 更加的积极 喜欢热心肠去帮助别人 当然也会去做一些 自我情绪上面的调整 会更加的积极 会更加的正向 会让自己更多的充满自信 身上呢 散发着满满的正能量 总是可以看到 事物最积极美好的那一面 不会整天把烦心事啊 把这种消极的愁苦的状态 放在自己的心上 写在自己的脸上 自己呢 更加懂得放松 更加的去静下心来 无论遇到任何挫折跟困难 你都不会惧怕 不会让自己产生不安的情绪哦 而且在自己的行动之中呢 也是尽可能的去帮助别人 不求回报 但求心安理得 做人会更加的简单 更加的真诚 善待生活 善待他人 善待自己 你的每一次散举哦 都是会给你带来 都是会给你积累福报的 所以亲爱的 在年底之前呢 你会更加的有品德 更加的有智慧 也懂得善良就是你一生的修行 会更加的去建立美好的业力关系 人性也会有存在黑暗面的 但是呢你不会忘记初心 你会坚持自己的善良 会坚持着给于周围的人呢 带来温暖感 带来亲切感 带来阳光感 所以幸福之门即将为你打开 福报的事情呢 也即将一个一个的来到你的面前哦 你会越来越幸运的运势呢 也会通过你自己的所想所行 而不断的提升 这是非常棒的讯息 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师弟这张牌卡 你会感受到灵魂的回忆和礼物 可能有的朋友会做梦 梦到自己的前身 或者是梦到一些似曾相识 平行空间中的一些事情 有的朋友呢 可能会与自己的灵魂连接 而获得更多的一些智慧 获得更多潜意识思想的 更多的一些希望 更多的一些期待 或者是更多的一些想象力 而你呢 也会被宇宙引导去改变你的生活 会让自己创造更多的一些 新的想法 新的可能性 有的朋友甚至可能 还会踏上新的职业道路哦 感觉你逐渐的在准备好 迎接新的事情了 你逐渐的跟自己 古老体内的一些DNA 一些天赋 一些智慧在进行连接 可能你正在收回自己的一些师弟 你会沉浮于自己灵魂的智慧 你也会让自己在过去的生活 人生经历 错误之中吸取教训 你会迎来新的开始 这非常的棒 会越来越自行 会越来越开悟 会越来越接收祖先的智慧了 当然有的朋友呢 可能也会开始激发自己与生俱来的灵性 且能也可能会被自发的唤醒 突然的一些顿悟 突然的一些感受 突然开悟 认识自己 也会让自己不断的成长 激活自己的能力 激活自己的天赋 整合自己的时间 点燃自己心中的 体内的蓝色火焰 有的朋友可能还会去选择 跟塔罗专博师去做前世的占卜 或者是去做一些催眠等等的一些事件 让自己更多的了解自己的历史 自己拥有的天赋 自己的人生使命 从而达到更多对自我的一些觉知 当达到自我觉知之后 就会有更多深刻的智慧 就会对自己有更多的一些认知 就会让自己不再仅仅是为了眼前的一些小利益 而幻想各种不切实际的好处 而不是会去打开自己思维的牢笼 看见呢 你不会太过于的肤浅的去在物质 金钱 事业中迷失 而是会更多的看到自我内心的这种成长 看到自我内在的意识 自我的智慧 生活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 无论一个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总有我们看不到的辛苦 可能很多人会以为只要自己成功了 就可以挣脱很巨大的枷锁 实际上所谓的成功也只不过是换一种修行的方式而已 尝试另一种苦难而已 在成功之前呢 你一定会遭受到琐碎生活的折磨的 而成功之后呢 你也会遭受到孤独的折磨的 所以所谓的成功无非是换一种方法受苦而已 我们在地球上就是要来受苦 就是要来体验 就是要来学习 就是要来修行的 就是要让我们不断的进化的 只有苦 只有不断的去征服挑战 不断的去经历这些麻烦的事情 我们才可以突破 才可以成长 所以亲爱的 在人生发生的所有事情呢 其实都是平衡的 那人生意义呢 也是一场修行 修行就是为了开悟 开悟的关键呢 就是要破除自我执着 自我认知 修行想提升的时候 要借助他人才能修自己 而不是把自己关闭起来 谁也不见 甚至可能跑到深山老林里面躲着 其实最好的修行道场就是红尘俗事 最好的修行方式就是红尘炼心 所谓红尘炼心呢 就是当你遭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要从容应对 当你遇到惊喜的时候 你能坦然处之 用苦难去磨炼自己 用诱惑去锻炼自己 这就是红尘炼心 要明白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来度我们的 我们经历的每一份惊喜 招生的每一份痛苦 都是让我们觉悟的 或好或坏或痛苦或开心 都只是我们修行的参照 所以亲爱的在年底之前呢 你还是会有一些事情的感悟 会有事情的开悟 让自己进入到城市红尘里面呢 去观看去体验去品尝去总结 去修心去修行去修德 而面对外界各种的一些变化呢 你也会把无常当有常 你会让自己练出一个强大的内心 让自己更加的坚强 让自己更加的勇敢 让自己更加的无所畏惧 这一点非常的棒哦 而且呢你还会提升自己的创造力 创造力呢 其实就是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新的想法 那新的理论 新的概念 会更新我们的技术 会有新的一些方法 会有新的一些作品 这些呢都是我们创造力的表现 所以你会让自己在思想阶段上面呢 创造性思维上面呢 再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面 你的体力你的智力呢 都更加得到提升哦 这也很棒 会增加你的社会竞争力 也会让你创造有新事物的能力 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孤儿这张牌卡 人这一生注定都是孤独的 没有人能一直陪着你 你其实就是这世间 独一无二的烟火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希望找到伴侣 有人陪我们一起逛街 有人陪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希望让自己更快的融入到 人类的群体之中 习惯有人陪想找人说话 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却忘了给自己一个机会 面对自我认识自我 很多人在人生之中总是在外去寻找幸福 去寻找快乐 去寻找满足 去寻找欲望 但是不明白自己 不明白自己真正内心渴望的幸福 渴望的欲望 渴望的自我的认知是什么 那么在年底之前呢你会有时间 让自己更加的一个人去思考 一个人去感受 一个人去规划 可能会让自己有更多独自的时间 去设定自己的未来 去了解自我 这是非常好的 享受独处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比如说有的人30岁还没结婚 而身边的人就会开始劝他赶紧组建家庭了 就好像一个人的世界是不健康的 好像人多才是一种健康的生态一样 当我们在阅读书籍的时候呢 我们也能从中看到这样的一个观点 无论是从心理角度分析独处 还是从社交角度去挖掘个人的价值 目的都是让你走出孤独融入群体 但这样真的有用吗 实际上一个人不合群就是不想迁就别人 这句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也是对自身价值的尊重 以及对社交的精简 我们为了追求个人的价值 选择独处是没有问题的 独处也不仅仅是为了调整社交理念 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自己创造大量的空闲的时间 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 可以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放在自我的身上 30岁没有结婚犯法了吗 40岁没有结婚又如何 50岁依然保持单身 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了 最主要的是 如果你遇到对的人 任何年龄阶段 你都可以进入到婚姻里面 如果没有遇到对的那个人 何必逼迫自己要去建立家庭 要去完成婚姻这件事情呢 即使你逼迫自己 因为婚姻而结婚 不会因为爱而结婚的话 那最后也是会离婚收场 最后也是会让自己 一直处在一种不幸福的压抑的婚姻之中 何必呢 大可不必 另外呢 您也知道 真正成功的人 他们内心一定是孤独的 因为要达到他们相同思想境地 达到共同价值观的人 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在年底之前呢 会有自己独处的时间 有时候呢 你可能会有一些悲观的想法 但是宇宙告诉你 其实 这种独处的时间 是好好掌握之后呢 你会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你会更加的坚强 你会更加的有强大的心脏 你也会更加的有力量 利用好这些独处的时间 去磨练自己的技能 去做冥想 去做锻炼 去看书 去增加自己的文化 或者让自己无拘无束的 去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 去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 这对你都是极好的事情 所以 请面对自己一个人的时间 请面对自我吧 在年底之前呢 你会感受到精力 你会感受到自己 非常的有活力 非常的有灵活 你可以用无限的精力 去实现自己 所意想不到的事情 你会感觉的很自在 你会感觉的很舒服 你会感觉的很平衡 你也会感觉的自己很调皮 很精神抖手 但你会有足够的力量 足够的能量 去做很多的运动啊 去滑雪啊 去登山啊 或者是去旅行啊 去远逐啊 都是完全OK的 你也会每天都精神饱满的 去处理任何的事情 保持着积极的信念就好了 而且在年底之前 你也是保持着自信的 让自己拥有不断前行的信念 也会让自己影响目的地 并做更多的自我肯定的 会相信你的选择 会相信你在对的时间 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 你只要去enjoy 享受当下就好了 而且在思想上面呢 也会有更多的起敌哦 会发觉出你更深层次的潜力 当然在自己的想象力 在自己的创造力上面呢 都有更多的突破 如果之前呢 在工作上面遇到瓶颈期 如果有一些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有一些选择 你有选择困难症的话呢 那可以看到在年底之前 你会突破自己思想的封闭的 会让自己更加的开放 会让自己毛塞顿开 会让自己有很多的一些方式 方法去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轻松更加的美好 你会在年底之前感受到 命运对每个人对你都是公平的 你有付出一分 那你会收回到一分 不管是在工作上 在学业上 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上面 在学业上面 你努力的去学习 那当然会得到好的成绩 你给予更多的时间精力的投入 当然会达到自己期望的目标 在事业上也是这个样子哦 对你呢 是很公平公正的 你有多少的付出 你就会有多少的回报 工作中呢 是会得到很正直的回报的 在自己的感情里面也是 你只要更多的滋润 更多的经营 在人际关系上面呢 不会是别人有利用你啊 诱惑你啊 别人占你的便宜的 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如果你没有这样对别人的话 所以会达到一种将心比心的能量 我们这边还出现了魔鬼这张牌卡 在年底之前 你也会是更加的去享乐 享受生活 不会太过于的封建 太过于的保守 太过于的固执 毕竟我们是动物 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 所以呢 我们也有想要释放的时刻 所以呢 我们也有想要自己 摊悲的时刻 当然 你只要不触碰到别人的利益 你只要不伤害别人 你是可以自得其乐 你也是可以玩得足够的尽兴 玩得足够的开心的 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可以满足自己的情欲 当然也可以满足自己的购物欲 年底之前呢 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放松 会有一段时间可能是比较叛逆的 只要你不伤害到别人 都是完全OK的 你只要足够的享受 足够的开心 那有时候呢 对于金钱想去释放一下 想去浪费一下 也是可以的 但是 还是要做一些解质哦 不可以太过于的贪婪了 不可以太过于的放纵了 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放纵的娱乐的机会 在你的面前 但 有一些平衡更好 好 接下来权杖九的正位 在任何事件上 你都会保护自己的立场 做事情呢 更加的有节制 更加的有自己的原则性 或者是恶性竞争的能量里面 你会守护自己的位置 会捍卫自己的权利 会做自我的防御 自我的保护 在工作上呢 你会守住自己的力量 能够稳稳的抓住自己的要职 虽不一定会升迁 但是 你会保有自己原先的位置 在心态上面呢 你会珍惜自己当下的状态的 在自己的气质上面 在自己的气场上面 在自己的能力 跟自己的才华上面 你会压倒 想要跟你竞争的人 而获得胜利的 同时 你也会隐藏自己的实力 让自己叙事待发 你的外表呢 也会给别人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 身边的同事 同学 朋友可能会依赖你哦 希望你给予一些建议啊 希望你给予一些指引啊 希望呢 你可以给予更多的一些陪伴啊 当然在自己的健康方面呢 也会更加的抒发自己心理上面的压力 而让自己的身体呢 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自我疗愈的能量 好 接下来我们出现了 保健4这张牌咖 可能在年底之前 有的朋友会经历感冒哦 或者是经历发烧哦 其实在这个阶段的话呢 你会觉得身体非常的舒服 人会觉得非常的疲倦 没有力量 但实际上这个时刻 是你增加身体免疫力的时刻 渡过这种不舒服的状态之后呢 你会更加的健康 那你会更加的去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 如果你是感冒的话呢 那这边建议你多喝热水 建议你多做冥想 不需要吃任何的药物 甚至不需要去输液 你是可以在一周之内达到康复的 在自我的调整之后呢 你的身体会比以前更加的有力量 如果你在年底之前有出现失眠 这样一种能量之后呢 可能你会更加的去关注自己是否是日出而坐 自己是否是日落而息 你会更加关注自己的作息规律了 所以短暂的失眠呢 也并不会对你有不好的状态 另外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进入长期失眠的情况 在年底之前应该会有更好的 不会太糟糕 而是会有不断的缓和 这样一种长期失眠 可能失眠的频率呢会减少哦 所以自己呢也会更加的调整 让自己呢去做一些冥想 让自己呢去做一些运动 让自己呢生活上面更加的节制 少吃一些红肉 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都可以帮助你治疗长期的失眠 另外有的朋友可能会出现 肩膀子疼痛的状态 你会看到自己身上 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 而逼迫你放下自己的手机 可能有的朋友每天运用这个手机的时间太长 而造成自己肩膀疼痛哦 所以你会去做一些按摩 所以呢会更加的节制去运用手机了 那因为一些身上不舒服的事情发生之后呢 你会更加的看到自己需要被你照顾 需要被你关爱 所以是好的一个事件 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五角星女王 代表着在年底之前呢 你会像五角星女王一样 性格是非常的温和的 做人呢也是很大气很慷慨很大方的 在自己的家里面呢 也会花时间去做饭啊 花时间去调整一下家居摆设呀 去加一些装饰啊 或者是呢 如果家里有养植物的话呢 你也会很享受自己养育植物 做园艺工作的 在年底之前 你会很务实 并且是独立的 在事业上做得很好 不是因为你可能过于的雄心勃勃 很有野心 而是因为真正关心自己所做的事情 会给予自己事业上更多的投入 更多的专心 你还会照顾周围的人 让自己周围的环境 周围的人呢都看着非常的有朝气 非常的有精神 非常的有活力 你也会去带动大家的情绪的 在年底之前 你也会更多的才华横溢 更多的心胸宽广 更加接地气 脚踏实地的去生活 保持家里面的温暖 保持人际关系之中的分享平衡 让自己的家人 让自己周围的人呢 都感受到他们的重用 重要 都会接受到你的温和的能量 都会建立了人际关系更加的紧密 更加的安全 更加的实在 而我们最后这张牌出现了 圣杯十这张牌卡 也是非常棒的人际关系 家庭牌卡 在年底之前呢 你的内心更加是一种田园风光的感觉 会感觉到跟家人之间更加的和谐 更加的和平 更加的舒适 如果你已经在恋情之中的话呢 那代表着你跟自己的恋人 可能会进入到互相承诺的关系里面 可能大家呢 会希望建立家庭 或者是对未来有更多的一个明确的 紧密在一起生活的方向 有的朋友可能会进入到同居 那有的朋友呢 可能想跟对方建立家庭 有的朋友呢 可能还会有新生宝宝的到来 还有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 那在年底之前 应该也有机会去建立好的缘分 遇到好的桃花 建立认真稳定的关系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如果你现在想对别人进行表白 心中有爱恋的人 喜欢的人 做积极的行动吧 去更多的将心比心去做追求 去做付出去给予承诺 应该是可以建立感情的亲密度的 应该可以保持足够的联系 足够的互动 并且创造好的机会去进行表白 可能会有表白成功很大的概率哦 所以亲爱的 在年底之前 请保持你的自信 请保持你的精力 请让自己思想更加的开放 接收任何新的思维 新的文化 新的讯息吧 你将在年底之前呢 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并且走向幸福之门的 你正在打开幸福之门哦 那最后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将给你持续带来丰富的占卜 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